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介绍刚刚已经说过话的真文 我相信今天来参加活动的姐妹们都读过 校会今年第一期好文共产中间的一篇文章叫 我女恩恩 真文就是作者本人 这篇文章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三千人次的点阅率 所以我们想请珍珍再多分享一下恩恩的近况 及真文家人的故事 那真文据我了解 恩恩选择她的人生 对她的弟弟跟你们的家人都有很深的影响 你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你对恩恩选择的这样子的人生有什么感想 好的 大家好 我是1977年的郑珍文 那首先我要感谢校会的这个邀请 那这个邀请变成了一个动力 让我把女儿的故事 还有我做母亲的难处真实的写下来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这篇文章的喜爱和支持 使我这个中文系毕业 但是已经很久没有用中文写作的 就是给我了一点点这个鼓励和信心 谢谢大家 好 那我就先来讲讲好了 姐姐对弟弟的影响 那当然要从就是我们在2015年 去南美做志工的这个旅行开始 那时候呢 就是弟弟呢 才13岁 你如果看到我分享的照片 那个志工营里头呢 他是 就是左边数来的第三个 那他是整个营中最小的 那他每天呢 就跟这些从世界各地来的杰出的志工一起工作 那也听听他们讲他们的人生观 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人生智慧 跟他分享 还有呢 分享说他们为什么来南美做志工 那这些呢 都在弟弟小小的心灵里头呢 种下了一颗种子 那也让他呢 眼界开阔很多 所以呢 弟弟在高中的时候 他有一天就跟我讲说 他觉得这些志工呢 都很会讲话 很会表达自己 他需要练习 所以他要去报名参加Toastmaster 那他去问了Toastmaster Toastmaster告诉他说 他们只收成年人 所以他们跟他建议说 你叫你妈妈来参加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跟妈妈一起来学习 我听到的第一个反应是 Are you kidding me? 那弟弟就说 No, I'm not kidding 所以我为了儿子呢 就只好去报名参加Toastmaster 那我们在Toastmaster呢 就是训练了一年 之后我们两个有拿到 这个competent speaker的certificate 那弟弟在申请大学的论文里头呢 他就以Toastmaster的训练 然后再加上 他这个就是志工的这个经历 他就以这个Galapagos Island 志工经历的这个为主 来介绍他自己 让学校知道他的人生观 知道他的梦想 结果跌破眼镜 Stanford竟然收他 所以他就进Stanford念书 那他在Stanford快毕业的时候呢 他姐姐已经就是进入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做了好几年 他看到姐姐呢 他就是常常进出 这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去服务 他是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里 所以他毕业以后 他是可以在美国 找到比较舒服的工作 可是他就决定呢 要也跟姐姐一样 去其他的国家 做几年的事情 那刚好那时候布丹国 布丹国的国王呢 跟Stanford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他们有两位公主 是Stanford毕业 那布丹国的国王 他要制定一套 就是青少年这个发展 跟他们教育的这个一套国策 他就去Stanford邀请了两位学生 那有幸呢 弟弟是其中的一个 所以他毕业以后 就去布丹工作了两年 那当然呢 就像文章里讲的 我不是常常利用他们 就到处去玩吗 所以我就利用探访 弟弟的这个机会 那我去了两次 那第二次呢 我竟然有幸 碰到布丹的一位公主 那你可以看到 我分享的照片 左边的那一对夫妇 就是公主跟妇马 这个公主是 就是现在布丹国王的 一位妹妹 那我想我这一生 如果能够坐下来 跟皇家一起照相 大概就是这张照片 所以我觉得很特别 我就分享一下 那弟弟呢 在布丹做两年事 他回来美国以后 也因为姐姐的影响 他就去哈佛的 这个甘乃迪学院 念了一个公共政策的硕士 那毕业以后呢 他现在在一个非营利的机构 叫One Sky 一个天空的机构做事情 One Sky在亚洲还蛮有名的 他是专门负责 亚洲很多国家 像中国大陆 蒙古 香港 泰国 还有越南 这些孤儿院呢 就是负责训练 他们的老师 还有负责 就是制定一套 早期儿童教育的 这些策划的计划 那我儿子呢 他就是也很开心 有这样一份工作 所以如果这样看来呢 姐姐对弟弟的影响 从他进了好学校 然后呢 现在有一份他自己喜欢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 姐姐对弟弟的影响 会是一辈子的 或者是他们会彼此互相影响 互相提醒 然后现在来想讲就是 我对这个两个小孩 选择不同的人生 我的感想 如果说 我对他们的不同人生 的这个成果 有任何一点点的贡献的话 那我想 我是follow their heart 我follow Anne的 heart 那竟然呢 就跟着他去南美做职工 那我follow Tim的 heart 弟弟的 heart 我就胆大包天的报名 参加这个 Toastmaster 那我老公就 常常笑我说 你不是虎妈 你是胆大包天的妈妈 那看看我们现在的 这个后代呢 在这个 美国呢 有很好的美好的人生 有不同的选择 行行出状元 他们在社会的中间呢 贡献他们自己的力量 那我们呢 常常也探访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孩子们 我们常常问问他们说 你钱够不够用啊 你吃得好吗 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吗 还有你工作压力大吗 可是请问我们有没有问过说 你快了吗 那你如果觉得你的工作在慢慢一步一步的实现你人生的梦想 尤其呢 今年疫情当下 我们更是觉得说很多事情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 那就是人世间所谓的成功财富可以一瞬间就消失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小孩子的健康快乐 还有他们心里头的自信心和成就感才会是永远的 你说是不是 好 我分享完了 谢谢 曾文在那个文章发表之后呢 恩恩事实上他也有一些其他的境遇 那能不能跟我们再多讲一下恩恩的故事 好的 我可以分享几个就是在文章之外 三件这个就是他生活之间的一些事情 他的人生的一些事情 那第一件事当然就是他的人生大事了 他在MIT的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机构做了八年 那就认识他现在的先生 他的先生叫阿满 那他是MIT机械博士 那他们呢从一起进出这些 就是比较落后的国家 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从相惜到相爱 那在2017年呢 他们就决定完成他们的人生大事 所以我也分享一下他们的订婚照 还有2017年的结婚照 那我们也很开心呢 恩恩终于找到一位 人生的伴侣 有同样的人生观 有同样的爱心 在这个人生的旅途上一起走下去 那第二件呢 比较值得分享的就是 恩恩他进出这个 常常进出这些难民营 他很早就看到公共卫生的重要 那今年当然疫情当下 我们就突然发觉公共卫生 是一个很热门的行业 那他在三年前呢 刚好有一个机会 他去哈佛的公共卫生念博士班 三年以后就是今年 他在五月呢 就很顺利的拿到这个公共卫生的博士 那我们也是非常为他骄傲 所以分享一下他在哈佛拿到的公共卫生的博士 那第三件事情呢 我就是想分享的是 就是我在文章里有讲到 他们团队呢 常常去非洲 他们在非洲住的时间呢 会比较长 那如果没有办法 避免这个虐文的攻击 他们很容易就会得到虐疾 那就是这样子呢 我的女儿女婿 还有他们的队员 都有得过虐疾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恩恩发病 今年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病的情形 那就今年五月他毕业以后 他就决定呢 他回到家里头陪我们 然后呢 一方面呢 也从家里头他可以remote work 然后呢 大概是太忙了 他有一天呢 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发烧了 但是他是因为他是从巴斯特飞机飞回来的 所以呢 我们就很担心说他感染了COVID-19 所以他就把自己呢 隔离在房间里头 那我们就决定说 先观察两天看看情形 那这两天呢 我们就看到恩恩呢 从体温低到会发抖 然后呢 就突然就升高 就发烧就很高 就头痛 然后呢 会头昏 然后你高烧的话就会想吐 不过他倒是没有咳嗽 或者是说呼吸困难 那在这个瘧疾呢 他有一个发病的情形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他发烧呢 他是会循环的 就是说你可以从低温到发抖 在一天之内低温发抖到高温发烫 然后呢 又回到低温发抖 然后又高温发烫 所以这两天下来呢 他就发觉他自己发烧 自己的循环发烧 所以两天以后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有COVID-19 不过他不觉得有 他觉得是他的瘧疾回来了 那恩恩之后一次去非洲 是一年半前 所以呢 他如果瘧疾回来 就是瘧疾复发 那瘧疾的病源呢 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就是你得病 那你开始吃药治疗他的时候 这个如果说吃药 没有把它治疗干净 没有把这个病源杀光的话 有一些病源 残余的病源 会跑到肝脏去 然后就潜伏起来 然后瘧疾的病源的潜伏期 可以很长的 可以几个月 也可以好几年 当你身体虚弱的时候 他就会复发 叫做malaria relapse 所以呢 这下子没有办法了 我们就只好呢 送他去医院 那因为covid-19的关系呢 我们 就是也没有办法 陪他去医院 那就看着 就送他去医院 看着他 这个虚弱的身影 走进医院 我心都快碎 那也没有办法啦 我们就只有回来家里等 很担心 等他电话 那几个小时 他就打电话回来说 他covid-19是negative 那就是像他讲的 还好呢 我们就放下心来 他并没有得covid-19 那就确诊是 瘧疾复发 那医生就给他制定了 这个三天的疗程 那这三天呢 医生跟护士都很好奇 跑去问他说 你是怎么得瘧疾的 那医生就跟他说 他这个瘧疾呢 是long beach 二十年以来的第一个病例 所以我们就在开玩笑说 如果不是因为covid-19 他的这个病例 还可能会上long beach的local报纸 三天以后他又比较好 那回家就继续修养 他现在是好 可是呢 我今年就是第一次看到他发病 那我在文章里头讲说 我愿意我的家是他的 他的海湾 让他可以休息 可是就是他在家里头 是一个安全的海湾 我还是没有办法 避免这个瘧疾的病原 在他身里头 就是身体里头呢 折磨他 我心里非常的难过 那我也开始就是 怀疑我是不是真的放下来了 因为呢 很有可能这个瘧疾 会纠缠他一辈子 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我们做父母亲 就好像是海洋里头 装货柜的大船 那我们的孩子 就好像是船上的货柜 那这个货柜里头呢 很有可能是有美好的食物 或者是物品 那在到了 船到了一个正确的港的时候 港湾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货柜下降 如果我们不愿让它下降的话 这货柜里头的物品 很有可能就腐烂掉了 那我们在这个 就是培养我们的小孩子的过程当中 我相信我们都有很多次 恨不得把这个货柜打开来 看看里头是什么东西 我们想要了解它 想要帮助它 所以这个例子呢 是让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做父母亲的难处 那在我们呢 对我们这个下一代 在美国这个美好的人生 有不同的选择 有不同的人生 我们为他们喝彩 那同时呢 我们也为我们做父母亲的难处呢 彼此互相的努力吧 我分享完了 谢谢大家 曾文我刚刚想加一个问题 你刚刚说你女儿的疟疾是复发 那她是不是应该在 非洲的时候 跟在别的地方 也有发过病的时候 是的 疟疾呢 它是由一种parasite所引起的 那这种parasite呢 跟virus太阳 像COVID-19是空气传染 那疟疾的parasite 它一定要有一个 传染的这个霉纹 不然的话呢 它就在空气里头 它是没有办法生存的 所以大概有五种 不一样的species 全世界 那因为在非洲 疟疾还是非常的猖狂 所以呢 疟疾就还一直存在 那如果说有外来的 这个疟疾进入美国 是很难被传染 所以就是一个case 两个case That's it 但是在非洲的话呢 几乎这个疟疾呢 是像普通感冒一样 很容易就得到 那不是说你 得到一种species的疟疾 你不会得到另外一种 然后再加上 它这种潜伏的危险性 所以呢 就是很难察觉 就是说疟疾是不是真的 你如果得到疟疾是不是真的 从你这个身体里头除去 就是完全的除去 所以恩恩呢 她在非洲呢 就是很早就已经得过了 那她因为怕我们担心 都是事后呢 稍微跟我们提一下 就像我那种文章上里头讲的 她就说哎呀 就像普通感冒一样 就没什么事的 那这次呢 就是Long Beach的Hospital 对她的这个疟疾很重视 也让她住在医院里三天 她自己都跌破眼镜 她说在非洲的话 就是到医院里拿个药 然后回家吃吃就没事了 那也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 她上次去德的时候 就一年半前 她的这个疟疾并没有治愈 所以希望这次是真的 这个三天疗疹 真的是把她 就是这个疟疾 真的把她从Sanitle除去了 是这样 我们希望走如此 真的这个牺牲实在是非常之大 我原先请你写文章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到说 恩恩后面 就是这几年在非洲待过的 后面对她将来的一生 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希望她能够健健康康 谢谢 曾文你分享的照片里面 有一个Toyota的照片 那是怎么回事 是的 这个是我跟我先生都非常喜欢Toyota PS 我们几乎是举办Toyota PS 那就2014年呢 Toyota他们要有举办一个这个internet的广告 那就因缘际会呢 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消息 所以就经过三次的这个audition 那也是跌破眼镜 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被选上 所以就拍了一个一分半的就是Toyota广告 是放在internet不是在电视上 那除此之外还有平面的广告 就是你看到的这张照片 那这个照片呢 也有出现在在2014年出现在 像世界日报还有一些美国的其他的杂志 那我这里有一份这个2014年10月份的时代杂志 那我们就每次来讲说时代杂志 你一定要是像总统啦 或是有名的人才有办法在这里出现 结果没有想到我跟我先生 是因为喜欢Toyota PS 那我们的平面广告也真的就进入时代杂志 我们在最后一页 我们没有办法进入第一页 但是我们是在最后一页 所以呢也是在我这个 如果说是真的不同的人生呢 就是画下比较有趣好玩的一页 所以是Tim跟你们而没有在广告里面 哦呀这也是因人忌讳 我们前面的两次的audition呢 就是只有我跟我先生去 那第三次的时候 因为Tim的时候在Stanford念书 那他就暑假了就回来 所以第三次我们就带他一起去 结果没想到导演喜欢我们的故事 就说那就邀请我们三个人来拍这个广告 那当他要跟我们要一些就是我们家庭照片 因为他要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 就是需要我们有一些家庭的照片 他才发觉说我们有另外一个女儿 我们就跟他要求说因为女儿是在MIT做事 那可不可以也请他飞回来 跟我们一起拍这个广告 后来Toyota大概是因为保险啊 还有其他的因素 就没有就是让Jessica加入这个广告 所以看起来我们是就是单亲 就是只有一个不是说 就是说在一个孩子的家庭 那我就是给Toyota那些照片 全部有NN的他都把它剪掉 就好像只有我儿子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Jessica并没有参加 谢谢曾文 在现在的疫情下面 我想每个人在过去几个月 可能都是情绪上面齐齐复复 在这个时候 一些正能量的真实故事 会带给大家更多的信心跟温暖 相信大家听了今天两位来宾的故事以后 会有所感动 在这里我们要祝福修为真文 跟他们的家人 及所有参加活动的朋友 都能够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 estate可以看什么 让我们的家人 听助福修为真文 非常感动 感动 感动 一定会都没有 都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